一个在庙里养兵的女孩 却让小和尚破了戒 为此师父送走了女孩 而小和尚也不知去向 多年以后 师父在报纸上看见 小和尚成了杀妻潜逃的逃犯 小和尚自幼跟着师父 在庙里修行 每次外出都要划着小船 抵达河边 再穿过无墙之门 小和尚年幼无知 就连毒蛇都敢徒手抓 他还非常的贪玩 趁师父不注意 自己偷偷跑到山上 和小动物们做游戏 他把小鱼青蛙抓来 在他们的身上绑上石头 看着他们难以前行的样子 他还觉得十分有趣 这一幕幕都被师父看到了 但师父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抱来一块石头 绑在了小和尚的身后 第二天醒来的小和尚 恳求师父为他解开石头 可师父却不肯 还让他带着石头走一圈 小和尚还没走出去两步 就摔倒在地上 师父告诉小和尚 那些被他绑住的动物们 也正在遭受这些 他让小和尚去解救那些小动物后 才会帮他解开石头 但如果动物们都死了 那他今后的心中 都会背负着一颗石头 等小和尚爬过艰难的路途后 发现除了生命力顽强的青蛙 其他脆弱的动物们早已没了生命 小和尚伤心极了 只能哭着将它们都埋葬了 多年后的一个夏天 小少年已经长成了少年 上山采药时 他看到两条缠绵的蛇 这让他心中充满了好奇 这天 一位母亲带着身染怪病的少女 来到庙里求医 除了虔诚的祷告 还要长期服用草药 母亲离开 只留下了女孩一人 这是小和尚第一次见到女人 心中难免充满了好奇 但也只敢偷偷地看女孩 女孩总会坐在门前的石狮子上 小和尚腼腆地让他起身 说这是对佛的不敬 还会在女孩走后擦拭石狮子 女孩回到庙中祷告 却在大堂睡了过去 小和尚怕他着凉 为他贴心地盖上被子 但在面对女性的躯体时 他的心里有了异痒 他将手伸入了女孩的背影 结果挨了一个耳光 看着小和尚慌张地忏悔 女孩又像是原谅了他 他用手抚摸着小和尚的脸 却被师父撞破了这一幕 小和尚更加慌张 拿起沐鱼不住地敲 咚咚地敲击声像他的心境一样 彻底乱了 小和尚帮熟睡的女孩盖被子 手却伸进了女孩的被子 女孩瞬间惊醒 一巴掌打在了小和尚的脸上 小和尚面对佛像潜心忏悔 但女孩似乎又原谅了他 用手在他的脸上抚摸起来 但这一幕却被师父撞破了 两个正直青春的少男少女 在长期相处下 健身情愫也在所难免 终于 小和尚偷藏了禁果 破了戒律 晚上还趁着师父睡着 悄悄地钻进了女孩的被窝 但终究只包不住 在两人再一次偷藏禁果后 被师父发现了 但他并没有直接叫醒二人 而是小心地拽着绳子 把船拉到了岸边 将船底的木塞拔下 船底漏进的河水惊醒了两个 小和尚跪在门外不停忏悔 师父只说那是人之常情 女孩的病已经康复 师父让他早早离开 可小和尚心中却有诸多不舍 师父告诉他 这是占有的欲望 会导致杀身之祸 师父将女孩送走了 可小和尚却难忍相思之苦 趁着师父熟睡 带着佛像偷偷地离开了庙女 进入了人间 红尘下是情欲的薄发 春去秋篮数十载 老和尚愈发老了 这天 他忽然看到了报纸上的通缉令 三十岁男性杀妻在头 看照片正是不告而别的徒弟 他似乎料到了什么 拿出布料裁剪了起来 果然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 一个男人推开了无强之门 老和尚早已等候他多时了 回到庙里的男人心烦意乱 他始终不能静下心来 师父问他为何痛苦 男人告诉他 自己相伴了十几年的妻子 跟着别人跑了 所以自己才把他杀了解恨 师父告诉他 在入室前他就应该知道 这些他喜欢的东西 别人也会喜欢 男人依旧满脸疯狂 男人把带走的佛像带了回来 在佛像下压着沾满血迹的匕首 他封闭了自己的蹊跷 想要入轮回洗清罪孽 可看快要破开的纸就知道 他的内心并不坚定 师父拿着竹条抽打他 又将他吊在佛前忏悔 等绳子被蜡烛烧断 男人拿出匕首割下了自己的长发 而师父正在门外用猫尾写着佛经 想要替徒弟减轻罪孽 他让男人用匕首将佛经刻在地板上 就在这时 追捕男人的警察也找到了枕 师父将二人渡了过来 男人满脸凶下 用匕首和警察对峙着 直到师父呵斥 他才恢复平静 继续刻着佛经 师父请求警方让徒弟刻完再走 短短一篇佛经 男人刻了一天一夜 手都被刻出了血迹 但他的内心也越来越平静 佛经刻完了 男人给师父扣了头 和警方离开了 可小船却在老和尚的注视下 停滞不前 直到男人转头看向师父 师父摆手告别 小船才恢复行动 看到自己养大的徒弟被带走 老和尚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男人拿着匕首 疯狂地搁着头发 仿佛想就此斩断犯下的罪孽 门外师父用猫尾 在地板上写满了佛经 让男人用杀漆的匕首 一个个刻出来 但犯罪自由法律的制裁 警察将逃回庙宇的男人带走了 男人走后 老和尚独自待坐了吉祥后 在纸上写下几个壁字 慢慢解下僧袍 在船上搭起高台 拔下船底木塞 封住了自己的蹊跷 小船飘在湖面 船底的蜡烛引燃高台 在一阵清烟中 老和尚完成了自己的圆寂 一条小蛇从水中游供 缓缓进入了寺庙 多年后的一个冬天 无强之门再次被打开 醒满释放的男人回来了 但这里早已没了老和尚的身影 他敲开了湖中的冰面 从小船里找到了师父的舍礼 然后用冰刻了一尊佛像 将师父的舍礼塞到了佛的眉心 男人又成了和尚 独自一人不问世事 开始潜心修炼 深冬的清晨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来到寺庙 她蒙着面不愿见人 只是跪在佛前不停地祷告 拜完之后又忍不住痛 等女人睡去 和尚想要揭开她的面纱 却被女人阻止了 等和尚熟睡后 她将面纱解开 让自己的孩子看了最后一眼 随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寺庙 一步留神 跌进了和尚取水的冰窟窿里 等和尚发现的时候 她早就没了呼吸 而她又背负了一条人命 她解开了女人的头沙 终于看到了她的样子 女人死后 和尚找来一块石头 绑到自己身后 抱着佛像不停地向山上爬去 就像又是为小鱼青蛙赎罪一样 直到爬上顶峰 她让佛俯瞰众生 自己也完成了一段修行 和尚收养了弃婴 又是一个春天来到 又是一个轮回开始 弃婴变成了小和尚 和尚也成了老和尚 小和尚与她幼时一样 也会偷偷上山捉小动物玩闹 只是她更加残忍 把石头塞进了他们嘴里 这一切都被山顶的佛看到了眼里 终有一天 小和尚会和老和尚一样 去体会人情冷暖 经历世间红尘 感知七情六欲 这些都是因果循环 春是生死的负重 人的烈性无法改变 夏世情欲的薄发 人的六根本就不清净 秋是因果的了断 人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东是自我的修行 是自我的救赎之道 又一春 是又一个轮回